曾经有人问我 我们得到 不应该得到的钱财 我们把它拿来 拿来做好事行不行 诸位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我们进途中 第六代的祖师 永明严寿大使 他做了这种事情 跟祖师说 他能做 我们不能做 他在妹出家之前 他是个小公务员 管财税出拿的 地位不高 他手上常常金钱经过 那是国库里面的财物 不是他自己的 他就把它 拿出来 去放肆 常年累月了 大概在国库里头就拿了不少钱 这叫不于去 不于去偷盗 统统拿去放声 没有自己用一分钱 最后被人告罚了 告罚 他完全承认 他没有忘语 你问他 几十拿的 拿了多少 大概不少 按照法律呢 出私信 他接受 是这个案子很奇怪 这些 法官从来没有遇到这么一个案子 这个人 偷盗国库的 这个这个 钱财 干什么 去 放声去了 判死刑 最后 还算不错 这案子 送到皇帝来 皇帝看了 也好笑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 就丰富下去 把他带到 刑场 刑场 盏头的 看头的 告诉建长官 看他 何不何怕 他如果要何怕 杀掉算了 如果不何怕了 把他叫回来 我问问他 这皇上的时候 也很聪明 结果到法场 他一点恐惧都没有 那法官问他 为什么 我一条命 换了千千万万条命 值得了 他一点恐惧都没有 那尊兆皇上 丰富 把他带回去 带回去 皇上问他干什么 他就是说明 替国家做好事 给皇上积德了 皇上赦了他 赦了他 无罪 问他想干什么 他想出家 以后就是 永明严寿大使 皇上很欢喜 做他的护法 你说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干 那这都贪污 但是自己确实 没有一丝毫名利在里头 如果自己有一丝毫名利在里面 你就堕落了 他真的一丝毫名利没有 这些 我们今天讲到隐秘闲聊 不能不知道 用永明严寿大使这个例子 是个非常的例子 不是正常 非常的手段 而且这个里面 自己真的是清白 没有丝毫名利 只有一个愿望 扑渡众生 看到这些动物 要被人吃了 要被人杀了 放生 救他的命 他只有这条 根本就没有自己 散入这里头 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好事 我还做点功德了 错了 你还是有目的的 永明严寿这句话 这代众生苦 我用一条命 换着千千万万 这些出生的命 你看 这叫代众生苦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用心 要真正是这个用心 可以学 永明严寿 如果不是这个 架杂丝毫名利在里面 你就是说有罪了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好 好 我好 我好 我好